3月4号 小张在NICE平台上买了这件北面和DSM联名发售的羽绒服 算上运费 一共花了8000块钱左右 小张告诉记者 这款衣服原价2000多块钱 分为美版和日版 美版稍微好买一点 日版比较难买 所以在NICE平台看到有货 马上就下手买了 打算囤起来看看能不能升值 我买的是日版的 发过来的却是美版的 具体就是他因为他那边有货号嘛 小张所说的货号印在衣服的标签上 由英文字母和数字组成 他下单后结过一张图 当时平台标注的货号以英文字母MD开头 他收到的短信也是这样 小张介绍 这代表这件衣服是日版 而他收到的衣服上 货号是以NF开头 也就是美版 不过记者看到 在小张的截图中有一张商品标签的照片 上面的货号就是NF开头的 现在商品链接里的货号也改了过来 小张给记者看了平台的违约条款 上面说商品货号尺码跟订单商品不符的 卖家要退全款 并赔偿商品总价的3%给买家 赔偿金最高不超过150块钱 以多少价格出售呢 我如果说以8000多 别人会有人来买吗 这6000多就能买到了 那为什么我买的时候的货号是日版的 但是我收到的是美版的 那我要请问一下 这是为什么呢 记者联系了NICE平台公关部 对方回复说 小张购买的是二手商品 卖家上架时选错了货号 但是销售页面上传了货号的照片 小张发现货号有误后依然购买并进行锁赔 另外 小张的订单有不少都以各种理由锁赔过 被平台风控系统判定为恶意锁赔高危用户 目前他们已经为小张办理了退货退款 今后也会加强对卖家上架的审核 优邦 宏剑 记住报道